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8月26日 晚上9點半 那不好意思 最近更新比較慢一點 因為都在忙工作的事情 然後這個 我大概就是早上9點鐘 8、9點鐘起床 就是那個 送完小孩上課之後 大概把三款劍員演真的 這個遊戲玩了一下 然後把日常任務解完之後 就是下午或是晚上才開 剛剛看到 應該是說剛剛我才發現 先鋒服有更新的訊息 所以趕快開來看一下 其實最近FB也有貼出一些訊息 譬如說像這個什麼 女僕黏土人 我覺得這蠻可愛的 然後另外8月26日 鄰邊也要去 直播有關於這個人氣酒品 哇 實體化 我原先是想說最近的那些多列的訊息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新的訊息 就介紹很多各個種族的酒 我在想說會不會是各個種族又要出什麼強化的 強化的套裝啊 還是配件之類的 然後是跟酒有關係的 哇 想不到真的是實體化酒 那酒這個市場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會不會是想要打這個歐美的市場 因為遊戲實體化酒商品 我覺得 我覺得有點跳痛 因為畢竟玩遊戲的人 先不要說 先不要說未滿18歲啦 因為其實劍遠征 未滿18歲玩的人可能也不多 可是就20幾歲的人 這個酒類的商品 對我們這些宅宅來說 好像 好像不是主要的這個消費客群 好 沒關係啦 這個就是 到時候我們可以8月26號 看看這個直播是什麼樣子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是什麼 沒錯 最近的這些什麼 聽多利說 然後你在酒館 他也會提示你去 這個官方社群頁面去看 然後可以領個100鑽嘛 然後這邊 這個應該是 滿雪的酒 你看那麼多 然後也有畫這些特別的圖片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跟遊戲的這個套裝有關係 喔 這個是綠翼的這個客硬搶先看喔 所以 好像之前有人試出來說 是先開放這個綠翼的這個 這個客硬嘛對不對 然後再依序開放其他 其他種族的 好 那這個 這是一個無聲的故事 然後可是這個圖片呢 難道是跟新英雄有 新英雄有關係嗎 好 那再來就是一些四格漫畫 我還蠻喜歡看的 那另外這個梅林的事件呢 官方也已經提出來了 我們來看大概是在 在這個地方 官方已經有公告了 這個梅林事件 之前影片也有錄個幾集 就是講說 如果說你是有課金買梅林 注意是課金喔 不論是你在一開始這個活動期間 打五折 49.99美金買一支梅林 又或者是說 你後來使用這個1690的這個鑽石禮包買梅林 你有一次的機會去兌換 但是我還是很無聊 再去問一下官方說 請問一下 因為我是一開始就買了這個梅林 那官方也讓我兌換 那因為我是一開始買了這個梅林 那如果說我再花1690買鑽石禮包 可以再申請嗎 那官方是說不行的 一個人只能處理一次 好 那雖然說好像有點廢話 不過還是再次再確認一次 好 那這個就是有關於這個官方公告的部分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先鋒符吧 先鋒符最近都這個樣子 那有可能人家討論去尋問官方說 好像是跟封控有關係 那是什麼意思呢 你看 我現在這個帳號 就這個是先鋒符的帳號 它就不見了 不見了 我們來切換帳號 不是切換帳號 選擇伺服器 好 它就是一個新的玩家的這個帳號 可能是綁我手機的這個 device 那個什麼 device ID吧 那不管怎麼樣呢 我如果說我要找回我原先的先鋒符帳號 我要點帳號 然後再點切換帳戶 然後再點FB 但是呢這個是先鋒符 所以說我必須要把我手機的FB的應用程式給砍掉 砍掉之後呢 我才可以 我才可以用輸入帳號密碼去登入 這個大家都應該知道了 好 沒關係 那這個就算登不進這個 我的這個主號 我們還是看得到更新的訊息喔 好 那這個帳號一進來 可以領那麼多東西喔 1212600600600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1.1.71吧 沒有喔 喔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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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這 чего在這個地方 好在8月26號 今天是8月25號 8月26號就是明天的 然後下午3點到5點鐘 好消沉之意 是不是演藝壁的藝啊 好久沒看到 瑟可斯 蛤 惡魔英雄 猜錯了 不是綠藝喔 不過綠藝跟惡魔大概就是這兩個 因為目前說這兩個種族的這個角色比較少 瑟可斯 瑟可斯喔 好 消沉之藝 瑟可斯 試用活動 可是 瑟可斯 消沉之藝 他的故事是不是像多莉在酒館中說的 就是說 最近大家開始變得懶散 所以是指這一個人嗎 消沉之藝 消沉之藝嘛 碰到這個惡魔之後大家就意志消沉這樣子 這個每日最茫茫齁 親像倒抽郎這樣子 好 然後那個 這個賞金試煉活動會在更新之後的隔一天開放 OK 好 那秋天到了 整個遊戲的畫面這個風格 組成的那個風格會變成應該是風紅色吧 然後旗艦探險副本每次都有 那旗艦漫遊副本也是每次都有 那主線關卡第45招快樂刷圖城堡 好 這樣子 祕寶俠灣新的挑戰 這也是每個月都有 然後現在已經增加到了30 這個應該說36張了齁 優化多對戰鬥界面功能 可以在王座之塔的多 王座之塔 我到現在還沒推到齁 好 永生刻印的系統平衡性與優化 品階拿到神話一星的綠翼英雄 綠翼 來了 綠翼聯盟英雄來了 哇 這個1.7就會來了是不是 永生刻印系統 提升英雄刻印系統 將無法對其英雄使用 自幻券 哦 你已經提升了刻印等級 你就不能把它自幻掉了 哦 原來是這個樣子 不過應該還好 你應該不會去拿一些很冷門的角色去去換吧 嗯 好 生命之數 為英雄提供生命攻擊防禦固定值的屬性 會受到該英雄的永生刻印加成 哦 所以現在是沒有這樣的加成嗎 那所以說生命之數越高 再加上這個永生刻印的加成 就是會 變成是 等比級數提升嗎 反正 OK啦 OK 這個也是 應該是說大家都 大家都跟著提升 所以說沒有什麼差 希望說這個 這個 可是這個一改版如果說 原先沒有現在有的話 那 一些高生命之數的話 說不定這個強度會提升非常有感哦 好 然後優化了半神惡魔 虛空永生刻意提升到100級後的特效表現 好 這個就是讓你們看看 課金大佬的這個英雄 閃亮亮 好 調整的部分 英雄禮包的這個內容 新增元素 金河跟金碎 英雄成長禮包 哦 英雄禮包 可是 可是免費的 大概也沒什麼好選吧 所以說這個是 應該是跟課金 課金的這個 這個玩家有關係哦 好 然後團隊影增 哦 體驗 現在都是先體驗一次 然後再正式來一次嗎 要通關15至40 然後活動會在8月30號 8月30號 然後早上8點開啟 哦 全新大地圖 要三路進軍 70除以3 就是23 232324 這樣子嘛對不對 所以說呢 現在 現在這個 控制人數啊 這個指揮官 又要更累了 現在也是有三路進軍哦 所以 三路進軍 那就要看說 這三路的BOSS是什麼屬性 大家要怎麼分配哦 那按照上一次的團隊影增 你是可以自由選擇 左邊跟右邊 那這一次三路進軍 我覺得也是可以讓你自由選擇 是哪一路哦 好 戰鬥開始之後4小時 呃 戰鬥開始後4小時 這樣是什麼意思啊 4小時英雄將不恢復體力 哦 是不是指說 避免說 大家都要搶8點鐘進場 然後呢 有一些睡得晚的玩家 就不公平 就啊 我晚一個小時 我的英雄就 就少放進去一個小時 所以說 這樣子 我的英雄體力就少少那麼一點 那B的大家一定要8點鐘準時上線 然後衝進去擺好英雄 然後那唧唧麻麻的鑰匙 欸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所以如果是4小時的話 譬如說早上8點鐘開 開啟這個團隊影增 那大家可以悠悠在在吃個早餐 然後大家討論一下 要上什麼角色 慢慢的放上去 然後可能 呃等到12點鐘的時候呢 才會開始恢復體力 也就是說 反過來說你只要在12點之前 12點之前把英雄擺好 你有足夠的時間呢 慢慢的佔領你 欸比也不對啊 你先佔領領地 還是可以先產生資源嗎 嗯好 好沒關係啊 那大概就這個樣子吧 好 然後調整了聖物的屬性與 首位的數值 OK 首位的數值 首位的話應該就指BOSS吧 好 聖物的屬性 欸所謂還是指那些小兵啊 聖物之靈功能 給特定英雄佩戴可以使 聖物之靈 這個之前沒有 所以這樣子也看不出來 榮譽報名 軍團內戰力最高的10名英雄冒險者 將成為黎明之星 哇 我愛黎明 我愛黎明 其餘冒險者可以向黎明之星申請為 其餘冒險者可以向這10位冒險申請為助戰觀眾 一名黎明之星可以擁有一名助戰觀眾 助戰觀眾可以增加全軍團的體力恢復速度 其助戰的黎明之星 其助戰的黎明之星 將獲得額外加成 蛤 這什麼東西 欸 其餘的冒險者 其餘的冒險者 是包含這70個公會的人嗎 還是說 還有外面的10個人 那所以說 這個一定要有這個助戰的英雄嗎 欸不好意思 我剛剛那個老談 所以說一定要有這個助戰的英雄 應該說觀眾上場嗎 因為你看 有一名助戰觀眾 助戰的觀眾可以讓全軍團的體力恢復速度增加 欸 全軍團的不是只有他一個人欸 然後助戰的黎明之星又會獲得額外加成 那肯定是要10名放滿啊 所以 欸也不對唷 也不對唷 也不對唷 如果說不是70加10名官戰人員的話 如果是 如果是公會內的人呢 也就是說70減10 欸也不對齁 70減10比較合理 那所以說10個人沒事幹 然後60個人分三路一路20人 所以我們公會裡面 公會裡面可以有10個人這個休息 還是說你可以自己選擇 其餘冒險者 到底其餘冒險者是指其餘工會冒險者 還是指 還是指 這個所有的這個玩家 欸 所以啊 這個這個這個不大清楚齁 反正到時候開了就知道 休閒報名的求食之間附本內 冒險加挑戰 呃 將獲得額外的屬性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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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榮耀報名在爵位上升時能獲得更多的獎勵 喔 所以說怕你休閒報名的時候 碰到一些閃團不會打 所以你在挑戰的時候屬性會增加 但是呢這個閃團 再怎麼再增加 再怎麼增加強呢 就是方便你解完所有任務 但是呢這個 不會列在排行榜上 那榮耀報名呢就是花3000賺嘛 那你在爵位上升的時候可以獲得更多獎勵 OK 這也是很合理啊 好然後增加軍團犒賞 爵位上升可獲得額外獎勵 軍團犒賞 蛤 靠賞令喔 呵呵呵 好這個 這個東克西克就是要你克齁 上次來一個迷思孤島 也要給你克一個這個小小的這個課金禮包齁 好然後體驗載季排行榜功能 載幕開放 優化 傅靈侍女 羅莎靈的跟隨功能 嗯?現在就已經算是有優化了 你可以指定跟隨誰啊 嗯好沒關係 我們到底再看看 英雄調整優化 現有技能描述被暴擊率上升 將更名為暴擊招架率下降 實際效果沒有變化 OK好只是方便你理解就是被暴擊率上升 被暴擊率就是被人家暴擊 然後暴擊招架 OK這樣子可能比較好理解吧 OK好那這個就是先鋒服1.7版的更新齁 所以最重要的呢就是新英雄 然後以及即將到來的這個團隊女生 啊還有這個新的這個綠綠刻意啦 我們要一隻一隻角色看喔 看看說這個綠綠刻意是有哪些值得期待 那我覺得應該後期的話 沒什麼好考慮的話 誒為什麼那麼少 喔看錯看錯 我覺得第一個要提升誰啊 肯定是 肯定就那幾隻角色吧 因為其實還是太欠喔 你看這個半神惡魔這張虛狂 所以綠綠第一隻要提升的應該就是 這個 埃隆嘛 埃隆蝴蝶拉庫 這三隻吧 埃隆蝴蝶拉庫 這三隻算是後期比較常上場的 要嘛就是大烏龜 扛得住 那其他人的話就 就應該是還好吧 我覺得應該是埃隆可能是首選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